说得下 今天来继续走进我和我的小康 今天我们走进复兴 作为国内较早开始探索转型的自愿型城市 复兴从一枚独大到产业多元 唱响转型振兴好声音 交出了圆梦小康的优秀答卷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新秋区是复兴百里矿区挖出低敲煤的地方 也是最早出现资源枯竭的地方 随着煤炭采掘业的终结 人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产业 也失去了适宜居住的环境 无数煤二代 煤三代 无奈都选择远走他乡 这些年 新秋区在破解煤干时 综合利用和废弃矿坑生态治理 这个世界性难题上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 没二代 没三代的人生轨迹 也跟着这种执着不懈发生了改变 118号 马强 你看这个车 大家看到了 它就有可能失去了前轮驱动 我叫马强 今年33 在复兴做猪肉生意 从小就喜欢开车 自打18年的时候 咱复兴有个百年赛道嘛 跑了几场吧 就是感觉挺不瘾的吧 复兴嘛 是故階城市的现在 矿上基本就是干枯了嘛 没有 像我这个年龄的话 留在复兴 基本都是自己做的 想买的呗 年轻的基本都去外地了 这个想法比较好 这块根已经完全能抓住力了 必须得喷完土之后再撒草枝 这是一种技术吗 喷波腹率 我叫孟佳池 今年26岁 我刚毕业的时候 不太想回来 没有煤的 根本没有什么新的经济增长点 身边的同学都不在复兴 我妈非得把我摁在这 这是我老爷子 采矿工程证吗 采矿专业的 我正好是环境工程专业的 今天我见什么 把煤力产量给它提升出来 越挖越多 它是在那个的 说那正好驾驶 来修复家乡这个煤矿来了 我感觉这是一种传承 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 把这座山走遍 看到了一些很多自然点 然后它还在着火里面 暴头羊肠的 穿白衣裳上山 回去基本就黑了灰了 一开始真是不情不愿的去开始工作 就是考察污染场地 然后去找解决办法 怎么去治理 不光是单纯的修复这个矿山 针对新修区这一片地方 说有什么项目可以做 可以以生态修复加产业方面的东西去结合 我们挖掘出来54个项目 其中一个就是咱们现在正在建设的 复兴百年国际赛道城 2019年百年国际赛道城成功举办6场赛事 共接待观众20.07万人次 累计签约航天大数据等项目93个 正说吧 自打这百年三道建完之后 新修的面貌是换了一新 肯定是比以前强的太多了 现在是就几条赛道 等以后未来发展 我就想比如说做一个游戏 下上下下一结合 或者有一个娱乐场所 有赛车俱乐部 这都是未来我脑子里的规划 我相信以后肯定会成真 目前复兴百年赛道城项目 已入围全国千企签证工程 一期起步区域约5平方公里 正采取PPP模式分期推进 目前总体投资预计约500亿元 计划用时4到6年完成 预计提供约2到3万就业岗位 拉动其他发展投资约380亿元 在复兴新秋这个老工矿区 产成融合的小康新画卷 正在栩栩展开